醒目一响,咱们是继续开书 钦差大人郑敦锦呢 审理这张文祥赐马案 实际上啊,已经是二审了 他也是这朝廷派到江宁的第二位钦差 那第一位钦差是谁呢 就是曹运总督张之万 江宁将军魁玉 曹运总督张之万 以及江宁部政使梅启昭 三堂会审呢 那是对张文祥的一审 虽然呢,这审理过程当中有一些波折 但是啊,总算是审清了 不过呢,说是审清了呀 那也只是审清在公文上 这结果呢,可能这三位大人自己也不信 那没办法,你再怎么审问这人犯张文祥啊 也没有什么新的招对了 于是这三个人也指好结案 由钦差大人张之万执笔 把这暗宗就腾写成了公文 承报给了朝廷 同志皇帝以及两宫皇太后 当然了,其他的两位主审官员呢 江宁将军魁玉 以及江宁部政使梅启昭 都在公文上啊,签字画了压 说实在的 这三位主审官员乃至整个江南官场 他们信不信这个结果呀 哎,不重要 主要啊,他有一个人不信 谁不信呢 西佛爷 慈禧太后他不信 哎,咱这画面又得转到北京了 转到北京的紫禁城 在养心殿里啊 人家这年仨呀 正在读张之万这道奏折 哎,哪年仨呀 母后皇太后 圣母皇太后 以及同志皇帝 这慈禧太后啊 指了指抗桌上的这道公文 然后啊,转向了慈安皇后 哎,他说 姐姐您说 这事怪不怪呀 什么叫做再三审讯 尸口不宜其共吾 另有主使各情 尚属可信 这是他们三个红顶子 该给朝廷答复的奏折吗 这连应付差事都不是 你们谁能相信 都办三省军务的大清总督 竟然被一个贫民老百姓杀死 关键呢 这原因太可笑了 全是一些鸡毛子蒜皮的琐事 想当年呢 把这个不结邦拉派的马新怡 调往江南 顶替曾国藩 出任两江总督 这本来啊 是咱们娘们 好不容易想出来的一条啊 安邦的计策 这马新怡啊 虽然没有根基 但是他心里直肉大清 乡军虽然剿灭了长毛连肥 但是啊 这实力不断做大 能够到江南 去裁撤乡军 重组新军 我想来想去啊 也只有这个马新怡了 并且这马新怡啊 还得负责替咱们 查访的那件大事 眼看着咱们精挑细选的 这个两江总督啊 在江南 很快就要站住脚了 嘿 给咱们来这么一出 姐姐您说 这里边能没有别的事吗 我看呢 这里边跟这个乡军将领啊 肯定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这种结果呀 我是万万不能认同 继续派钦差到江南 我要重申此案 这慈安太后 一改往日不年不远的脾气 也点着头 皱着眉头说呀 事有蹊跷 我看呢 还得再查 于是啊 才有了咱们开书的第二篇 这钦差大人郑敦锦 风雪奸城 直奔南京 要二审张问祥赐马案 这郑敦锦呢 不愧为大清国的能臣干例 帝国的大司寇 刑部上述 到了江南以后啊 立刻设了钦差情缘 一不吃请 是二不会客 会同自己 从刑部带来的两位助手 郎中 严世章 和伊勒通阿 把这一审的案情啊 就捋了一遍 干净烈落的 也就用了十几天的功夫 这一天呢 吃罢了晚饭以后 这三人又在后堂 研究起来案情 这郑敦锦呢 就问严世章 说聘青啊 你们两个人 虽然是精官 但是在这江宁一府 州府司道 也有不少的朋友吧 哎 你们远道而来 到这来查案 他们就没来会会你们吗 实际上啊 这钦差大人郑敦锦呢 早就交代给这二人了 这大人呢 在升堂审理案件之前 不会客 要问哪位大人的话呀 随传随道 不问你别来 可是啊 这郑敦锦也交代了这两位 随行而来的郎中 说你们的朋友啊 尤其是江宁官场的朋友 要是来访你们呢 可以坐坐 招待一杯清茶 留饭就免了 主要得问问 这江南坊间呢 以及官场对这件事情 是如何的议论 那这严世章 伊勒通俄 追随大司寇多年 那当然明白这郑敦锦 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伊勒通俄说呀 我在这个江宁的各个营里边啊 有几个朋友 这两天呢 也有来看我的 按照大人您的吩咐啊 我旁敲侧击的 可就问他们了 他们说呀 在这江南 无论是汉军水师 尤其是这马总督训练的新军当中 有这么一个说法 他们说上一年7月25 马制台月社完毕回府之时 在身边伺候的最高官衔啊 就是军中副将玉吉三 这玉吉三呢 是乡军救人 本来也在这次马制台 裁撤乡军的范围之内 后来这马新仪马总督 看他呀 比较熟悉着军中的情况 做事又比较干练 于是啊 就把他破例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可是那天这玉吉三呢 完全应该跟马总督一起回府 可是直到马总督被刺之后 这玉吉三呢 才匆匆忙忙的 往这个出事地点赶 他自己说的原因呢 是这个士兵操演未完 他留在这个轿场之上啊 处理一些琐事 所以才来晚了 而且传言纷纷的 这玉吉三现在已经被革职了 将二级调用 可是这事啊 明显是个传闻 经卑职调查啊 这玉吉三当时确实就在现场 发往咱们刑部的公文 以及啊 承霸给朝廷的公文 明明白白写的清清楚楚 并且这个人现在也并没降级 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个新军当中啊 这种传言会这么泛滥 卑职啊 还听到一种说法 说当马大人被刺以后啊 皮肉内缩并未出血 镜像浮肿 实指呈甲青色 综上所述啊 那就完全可以证明 这刀刃之上被图有剧毒 可是这事啊 在公文当中可没有记载 这武座的诗格上明明写的清楚 马心仪马总督 凶器从马总督左肋捅入 我斜插而上 伤了马总督的肝肺 以及脾脏 这凶犯十分凶狠 并且绞刀数圈 从这个马总督身体里 把刀拽出来的时候 带出了几对碎肠 这武座验尸的诗格上啊 不但有武座的签字画鸭 还有当时在场见证人员 以及马总督家属的签字画鸭 所以这些个供词啊 应该是没问题 看来啊 这刀刃荼毒一说呀 又是个传闻 这会儿这郑敦锦也犯了难了 要说呀 张文祥的口供 虽然是漏洞百出 可是在军英当中 为什么会出现 如此多的流言蜚语呢 并且编得有鼻子有眼 难道是为了放出消息 混淆视听吗 这伊勒通俄刚说完呢 这严世章也把这话头接过来了 他说呀 我有一个朋友 是江宁不正史 梅启赵大人府里的一名前良师爷 他前两天来看我呀 和我说了这么一件事 他说在堂上啊 这张文祥曾经亲口招任过 他和马信仪总督啊 早就认识 那还是马都啊 在合肥办团练的时候 当年这合肥一省啊 正在闹年匪 还是这县令的马信仪啊 带队出城剿匪 谁想呢 带的兵过少 中了免军的埋伏 就让年匪给俘虏了 这只年匪啊 一共有三个头目 这大头目啊 叫曹二虎 二头目叫石锦彪 这三头目 就是张文祥 这马信仪马总督 仗着自己的好口才 花说柳说的 就说服了这个三人 投靠了大清 并且呢 这四人的义企 就结为了异姓兄弟 这只免军 投降了朝廷之后 就被编到了山子营 编到山子营之后啊 这支部队啊 比其他部队 战斗力要强得多 这马总督呢 也借着这支部队 是履历战功 很快啊 这官职 就升到了安徽部证时 可是啊 这马信仪升官以后啊 就有点不递递了 对这三位出生入死的兄弟啊 就越来越冷淡 就在这时候啊 这曹二虎 可就把自己的媳妇 接到了军前 据说这曹七亿 十分貌美 兵营里啊 自然是不好住女眷的 于是呢 这结拜大哥马信仪 就把这位兄的媳妇 安排到了自己的 不证实府衙 与这个马信仪的夫人小妾啊 住在一起 这曹二虎呢 每到营里公嫁的时候啊 就跑到这个马信仪的府里啊 与自己的夫人相会 可说呢 这曹二虎 他必定身上啊 担着差子 与这个妻子啊 那总是聚少离多 哎 就在这会儿啊 这马信仪可就动了歪心眼了 日子一长啊 就和这曹二虎的妻子 是勾搭成奸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呀 这二人做事不密 通奸一事 就被这本夫曹二虎知道了 这曹二虎啊 每日酗酒 在军中啊 大放厥词 扬言迟早有一天 要杀了这队 奸夫淫妇 可是没过多久啊 这朝廷查出 这曹二虎啊 通脸 也就是说 他和脸军 还有勾搭 所以就把这曹二虎 处死营中 他们说呀 这曹二虎啊 实际上没通脸 之所以被处死啊 那完全是马信仪 鱼色富有 要霸占人妻 所以呀 才把这曹二虎杀人灭口 这石锦标 张文祥二人呢 听闻此事啊 觉得马信仪 是个人面授心的家伙 这二人不敢在营中久待了 为了避难呢 于是这二人是各自出逃 说起张文祥刺杀马总督的种种原因呢 全是假的 这未有报仇啊 才是这张文祥刺马案的唯一原因 还有一件事情啊 是最为蹊跷 这马志台遇刺之后 第三天的头上 总督府的后宅就传出了消息 说这马信仪啊 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小妾 上吊自杀了 大家纷纷议论呢 说这个死了的小妾 就是这曹二虎的妻子 这郑敦锦呢 听完了严实章的汇报之后 微微的点了点头 然后啊 又摇了摇头 好似啊 自言自语的说 这里边难道还有话案吗 嗯 这事不可信 这严实章连忙回答道啊 小人去查访了 总督府的人说呀 在总督被刺以后 确实总督府办了一个白事 就是这个马信仪总督的一个小妾过世了 具体这个小妾的真实身份呢 呃 被纸我没打听出来 您看有没有必要传一下这马总督的家人 咱们问一下啊 让敦锦摇了摇头说呀 不用 明天呢 就是登节 你们呀 发两道清差玉 一道啊 发到营里边 给这个富江玉吉三 让他明天呢 换上便装 来清差行员呢 我有话问 除他之外呀 还要找一个人呢 前来问话 这公文上不是说当时总督御赐总督府的管家张荣也在身边吗 你们呀 下一道清差玉 让他呀 明天也来行员一趟 同样也要着便装 这二人一听啊 还是比较纳闷的 哎 这官员建钦差呀 应该是穿官服 为什么这钦差大人一定要让他们穿便服呢 这大人没说呀 这两位官员也不敢问 什么早不早晚不晚的 这大人既然是说了 那就是钦差玉 于是啊 两道公文连夜就发了出去 一道啊 发到大营那边 给了这个富江玉吉三 另外一道发到总督官邸啊 传召麻府管家张荣 说说不要麻烦呢 转眼是次日天明 这二人呢 在头天晚上啊 跌到钦差手玉之后 敢耽误吗 第二天 风尘仆仆 换上了便装 就来到了钦差行员 这二位呀 一前一后 就到了钦差行员的回事房 早有查封呢 给这二人呢 沏上来茶水 等待着大人的召见 没过多久啊 里边就传出话来了 大人呢 要召见二位 没有避讳啊 这二人呢 一同进见 进到内堂之后啊 这二人一看 这正蹲锦老头啊 也早准备好了 也是一身便装 头上戴着一顶细绒雕帽 花白的便子 锤子的脑后 身上穿着一件 酱紫色团兽 夹棉长衫 因为这江南必定比北京城暖和 虽然呢 现在还是正月里呢 可是啊 也不用穿的那么厚 外边啊 照了一件紫阳膏的巴图罗坎尖 面子上绣的是万字不到头 腰上左边锤着香囊 右边戴着颗布 脚底下穿着一双棉便鞋 哎 您怎么看呢 也不像是个朝廷的一品大员 倒像是个买卖家的大掌柜的 这二人见着钦差大人 准屏风出来以后 连忙跪去给钦差大人施礼 郑敦锦一看说呀 起来吧 今天叫你们二位来呀 不光是问话 你们二位呀 一位是这马总督 在营里最亲近的人 另外呢 一指这个管家张荣 又是这马总督的家人 并且呀 这总督遇赐之时 你们二位呀 又都在身边 这样 今天呀 咱们一块到教场 咱们一同啊 把这个马总督 从教场到总督行员 这条道啊 重新走一遍 同时啊 我也要看一看现场 至于要问你们二人的话嘛 在路上问也是不迟 那既然钦差大人这么说了 这两位当然是不能说什么了 看样子 这钦差行员呢 早有准备 随钦差来的两位郎中 严世章 一个通哥也换好了变装 随行两名各士哈换好了变装 暗藏军人为的是保护大人 为了不过于的闲眼 另外二十名各士哈也换上了变装 暗藏军人 在一百多米以外呀 暗暗的坠着大人 哎 对了 又有事赶紧冲过去呀 实际上啊 依着正蹲紧的意思啊 不用这么多人跟着 可是啊 这两个郎中不同意 他们说这已然是削减了护卫 不合规矩了 一旦呢 这大人有个什么闪失 谁又能担得起责任呢 郑尊锦一听啊 说行 那就听你们安排吧 于是啊 这已是几个屡屡屡屡的 前前后后就从府里出来了 早就打听清楚了 这钦差的行员呢 距离总督府呀 拢共啊 也没有一里半地 所以呢 这一人几个是既不起马 也没坐轿 屡屡屡屡的 就奔这个江宁府叫场溜达 这钦差大人正蹲紧 去勘察现场 不要紧 才又引出了一段 但是今天 密文